杨子四部新剧来袭 超人气代表作江霸屏 看杨子是一种享受 还记得火辣辣吗 没错 就是春节当票房冠军 杨子在片中的反派形象可谓妖娆 成为网友热议和关注的焦点 那么 接下来的新剧将会如何表现呢 准备好迎接杨子称霸银幕了吗 嘿嘿 别急 我先插个小插曲 杨子首部新剧是《长相思2》 这不是一部简单的续集 这是一部热血剧 从第一季的热度和成绩来看 《长相思2》绝对是一部即将上映的大片 说实话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杨子在剧中的表现了 还有 别忘了《成海记》 这是杨子首次在央视播出的明星剧 这是一部简单又温柔又带点心碎的治愈温暖都市家庭剧 影片中杨子和徐凯的默契给观众带来了家的温暖 哎呀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呢 接下来就是《三行记》的回归了 这是一部经历了很多曲折的翻拍作品 男主角彭观英加盟 杨子戏份大幅增加 剧情更加完整 这部剧引起了古装剧粉丝的不小期待 最后一位是国美 哇 虽然还没完 但已经掀起了唐风热潮了 杨子和李宪搭档 古装扮相极其好看 想必这也是一部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古装剧吧 好了好了 别生气 咱们进入正题吧 杨子 90后花旦演员中的佼佼者 颜值和演技一样出色 她的产出和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每次新剧上映 都像是送给观众一顿美味佳肴 等待着我们去咬一口 尤其是长相思热播后 她的人气飙升 成为观众的宠儿 嘿嘿 来了 来看看网友们的心声吧 一位粉丝表示 杨子姐姐的戏都是我的错 每一次表演都是一种享受 另一位谈及长相思2的网友则表示 杨子和张婉怡的组合真是天作之和 这部剧一定会大火 看来大家对杨子的期待不亚于我 对八卦的渴望 2024年 杨子再次称霸迎评 这是她的专属剧 无论是仙侠剧 家庭剧 古装剧 她都能游刃有余 而且硕果累累的一年即将到来 杨子不仅是银幕霸主 更是娱乐圈的宠儿 总的来说 杨子在2024年将会有很大的成就 随着四部剧的陆续播出 她的人气和热度将会再次上升 今年 她不仅有大型童话剧 还有暖心治愈的家庭剧 还有唐风冷艳的古装剧 这简直就是为观众精心准备的一场娱乐盛宴 相信杨子称霸荧幕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你准备好了吗 不要错过这股热潮 近日 由杨子主演的最新电视剧 好久不见已开机 你以为这不仅是一部电视剧 还是一场高中生的换装挑战呢 你放心 我不是在批评杨子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位人气小妹的最新剧情和外貌变化 当杨子官宣新剧好久不见的时候 大家都对她饰演的高中生角色感到好奇 然而 剧情之外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她的外表 据可靠消息 杨子在片中不仅挑战了18岁的黄英姿 还饰演了30岁的黄英姿 这真是对青春与成熟的双重考验 先不说剧情 先来说说杨子最近的演艺事业吧 从电影《麻辣烫官宣》 到与范城城合作的《好久不见的爱情》开播 杨子这段时间一直在疯狂 与以往的形象不同 她在新剧中的表现备受好评 尤其是剧中的神级枯戏 展现了她多才多艺的演技 我们还记得杨子因家有儿女中的下雪而走红 那个时候 她是无数人的幸福源泉 然而 随着角色的成功 也带来了一定的麻烦 观众似乎已经将她固定在了下雪的形象中 这也制约了她的演艺事业 但杨子对此并没有妥协 她通过每一次的努力 不断挑战自己受人 从战长沙中的胡香香到欢乐颂中的邱盈盈 她一步步证明自己不仅能演可爱活泼的角色 她还能驾驭成熟复杂的角色 豆瓣评分几近满分 很不容易 不过 虽然杨子的演技越来越被认可 但也有网友觉得她总是躲在自己的舒适区里 是的 她可能还没有厌倦演戏 但有时候观众看多了就会觉得累 这不禁让人想问 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扩大自己的舒适区 在这个娱乐圈 机会是有限的 不能轻易浪费 虽然杨子走的是交通路线 但她也知道 如果不走交通路线 她可能早就消失了 她的努力和付出并不亚于其他演员 我们不妨给杨子 不仅仅是一个在剧组里 跑来跑去寻找机会的小女孩 而是当今娱乐圈的女王 她的坚持 努力和坚强都值得我们敬佩 她更加鼓励和支持 看完第九天长的预告片 你觉得杨子的现状如何呢 期待她接下来的表现 期待她在娱乐圈的不断突破 杨子作为一名优秀的女演员 在每次采访演讲或者综艺活动中 都展现出她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她的演讲总是意味深长 充满智慧 显示出她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洞察力 采访中 杨子展现出了洒脱的风范 她能够根据不同场合灵活运用语言 既能表达深刻的见解 又能幽默地回答问题 她的文字丰富而生动 让人感受到她对艺术和生活的独特理解 不仅如此 杨子总是能够在综艺节目中 展现出她多才多艺的一面 无论是在综艺节目的挑战环节 还是在娱乐交流中 她都展现出了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观众不仅喜欢她出色的演技 也被她在综艺节目中 活泼真实的一面深深着迷 杨子的粉丝群体庞大且多元化 包括采访粉丝 综艺粉丝 戏剧粉丝等 这充分展现了她在不同领域的广泛影响力 粉丝们喜爱她 不仅是因为她的颜值和演技 更是因为她独特的个性和深刻的内涵 杨子通过在娱乐圈的不懈努力 成功树立了全方位的形象 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女演员 更是一位有文化 有内涵的公众人物 她的每一次采访和综艺活动 都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成熟 真实 睿智的杨子 这也让她在娱乐圈中 保持着很高的威望和人气 杨子的未来将充满更多的可能性 她的粉丝无疑会陪伴她成长和发展 中国电影报盛赞肖战 据玉透露 肖战的表现令人瞩目 一定会带来惊喜 不知不觉间 肖战的新剧 新电影已经全面开花 就新电影《射雕英雄传》而言 中国电影报也忍不住对肖战点赞 称在电影《射雕英雄传》中 肖战的表现很养眼 而且她的古装造型也很好看 值得一提的是 官方表示肖战等实力演员 一定会带来惊喜 拭目以待吧 不知不觉中 肖战的演艺事业迎来了新的高潮 新剧 电影多点开花 让观众期待不已 其中 肖战在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中的表现 受到广泛关注和赞赏 中国电影报对肖战的演技赞不绝口 称赞她在这部电影中的出色表演 让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在《射雕英雄传》中 肖战的古装造型被认为非常出色 成功地展现了角色的气质和魅力 观众表示 肖战的演技让她在古装剧中脱颖而出 展现出出色的演技 让人对她未来的演艺事业充满期待 中国电影报忍不住称赞肖战 称她是一群实力派演员中最出色的 电影中 肖战不仅展现了深厚的演技 还成功诠释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官方甚至表示 肖战等一批实力派演员 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惊喜 让人拭目以待 这也意味着肖战将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继续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 为影视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总体而言 肖战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出色的表演和深厚的演技 吸引了更多观众的关注 成为备受期待的实力演员之一 她的新剧 新电影的不断涌现 也为影视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让人期待她未来演艺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据悉中国电影报官方发文胜赞肖战 不仅如此 还透露肖战在电影中的表现抢眼 一定会带来更多惊喜 肖战是一位演技精湛的优秀演员 她演技精湛 服装风格也很适合角色 她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演员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确实是一个这么有实力的演员 出道这么多年 肖战演绎过多少经典角色 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无数奖项 观众们都在谈论他们 涛这个角色演得很好 从粉丝的反应来看 大家始终对肖战 保持着期待 保持着信任感 这么多年了 肖战从来没有让观众失望过 如今 肖战在影视剧中频频传来好消息 新剧《藏海传奇》正在热火朝天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已叙事待发 她随时可能与观众和朋友见面 她非常期待 也很高兴 总之 感谢您的认可 这对肖战来说是一个鼓励 相信肖战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会继续努力 不忘初心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作为小飞侠 我们也要效仿肖战 共同努力 不辜负我们的热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